台積電雪中不送炭 華為全球開大會5月18日累連連 輪值董事長郭平 特別難 郭平說 美國商務部大石頭猛斑 出口管制補漏洞 這回美國真要玩 我替他心酸 世衛開大會習總又發言 探子飛來報核心接熱線 110多成員國緊急來電 讓咱們交代病毒來源 您看這 這怎麼辦 怎麼辦 好辦 就說 信號不好 老端線 外加耳鳴 聽不見 大夫說 我最近得了選擇性中耳炎 快人快語 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幽默新聞頻道 《老北京茶館》 品香茶 聽實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政 2020天驕庚子 事事多變 變起來沒完 變起來沒完這事 華為老總任正非 體會是最深了 嗯 華為又遇上坎了 跟大夫說說吧 說說 18日 日本經濟新聞爆料 說多個知情人提供消息說 臺灣芯片龍頭 世界最大的半導體代工企業台積電 已經停止接受華為的新訂單了 理由是 美國加強了對華為的禁運措施 給大夫補充一下背景信息 15日說 美國商務部說 去年把華為列入黑名單以後 華為通過委託海外製造商生產 繼續使用美國的技術 而且設計半導體 因為代工廠使用的也是美國芯片的製造設備 也就是說 華為仍然在破壞美國的出口管制 所以商務部更新了法規 關閉了這個漏洞 更新以後 只要某家外國公司使用美國的芯片製造設備 這個公司在向華為提供芯片之前 就必須得獲得美國的出口許可 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克拉奇又說 美方不能保證 未來給台積電發放華為許可證 華為那雙不知道是扼住自己命運 還是扼住自己喉嚨的手 又緊了一圈 這供應鏈是岌岌可危 華為斷對是分分中的事了 美國駐華使領館15號的時候也發消息了 說 今天美國宣布對向華為出口的新的額外限制 我們讓中國共產黨要使用我們的敏感技術來對付我們 對付我們的盟友和夥伴 變得更加困難 更加困難就甭說了 這絕對是難 我看媒體說了 食物這天騷倒的時候 國內的消息就說 華為剛剛緊急對台積電追加了7億美元的訂單 產品包括5納米和7納米的芯片 現在還不清楚這筆訂單追加成功沒有 拼命買買買 這叫電子定位攪上帶 心急火鳥送訂單 我有支票快開門 再來7億元芯片 不嫌多 多得全包圓 我給你接個下句啊 商務部風清雲淡 美食館議政辭言 額外限制剛開始 華為甭想混過關 我們技術有版權 偷東西得還 又到了出來混 還的時候了 美國宣布新規定的前一天 14號的時候 台積電正式宣布 要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設立 這個5納米的晶圓廠 這是台積電在美國的第二大生產機器 日期都已經定了 2021年動工 24年量產 關於台積電是不是已經停止接收華為訂單 媒體上有另外的說法 路透社就說 台積電已經回應這事兒了 說日經新聞的報導 僅僅是市場的傳言 台積電不會暴露客戶訂單的細節 但是肯定會遵循有關的法律規定要求 等於沒正面回答 估計是不想造成太大的輿論效應 華為現在甭提什麼滋味了 上了美國實體名單 得了美國禁售令 別說什麼台積電三星這些外國企業 沒法供貨 就連中國大陸的中芯國際紫光都不能給華為供貨了 因為他們這些公司用的也是美國技術 也在美國新規定的範圍之內 你就想吧 基土半導體的組件供應沒了 那5G開發還怎麼往下弄啊 估計任總現在沒事就得拿那句話安慰自己了 苦不苦 想想人家薩達姆 嗨 甭想了 越想就想不開 對啦 評論人士王健有觀點 他認為 美國早就想快刀斬亂麻了 一再延續對華為出口的許可 其實是給美國那些供應代企業 搬離大陸留時間 王健就說 美國一旦停止延續許可 華為庫存再用乾淨了 那華為就離關門不遠了 華為頭都大了 18號說 傳出台積電不再接華為的訂單當天 華為第17屆全球分屍大會正好在深圳召開 華為對美國一通表達強烈反對 還說 美國這種做法 最後傷害的是美國自己的利益 都這時候了 華為還替美國著想呢 這是什麼精神 什麼精神 共產主義搬石頭砸腳的精神 沒說 原來嚴重聲明裡邊還真有搬石頭砸腳那句 不過任正非肯定把他給刪了 黑自己可不好 就是 容易把自己繞了一套 網友不有個帖子嗎 就說 既然都認為川普領導無方 是個瘋子 讓美國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遲早要完蛋 那川普連任應該是好事啊 對不對 美國可以早點完蛋 怎麼你黨又不希望川普連任呀 還整天罵川普 怕他連任 你們到底要什麼結果呀 就是 不過華為5G一直被美國盯得這麼緊 華為一直說自己只是一個民營企業 你說美國對一個中國的民營企業盯這麼緊 是不是有點小提大作呀 人家那是考慮國家安全的 華為可不是什麼民營企業 按照華為自己說法 華為的股份 任正非只佔了1% 有90% 好像90多 都屬於華為工會持股的 工會可以持股份 還持90%以上 這一個組織怎麼持股 誰領導的那組織啊 好像也是歸黨領導吧 那肯定 那還用作用嘛 按照中共政府的定義 中華總工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社會組織 根本上是歸黨管理 華為企業90%多的股份屬於工會 這還算民企嗎 您想想啊 算民企嗎 根據美國情報部門的調查 華為的所謂公費持股 這就是一影子 背後真正股東是中共的情報機構 還有國家安全部 哦 這麼回事 那不等於是中共把安全部的通信產品 什麼4G、5G的 安裝在美國和世界各地 包括國會、白宮都安了嗎 就是啊 這可有點意思了 要不川普怎麼一直跟其他國家領導人說呢 使用華為會有國家安全問題 他說了快兩年了吧 這等於是請中共安全部門來給美國裝通訊設備 這才叫搬石頭砸自個腳呢 是啊 美國現在和中共對手關係 又不是什麼合作關係 肯定現在是不能幹呀 就是啊 給誰不能幹 華為這日子我看以後是越來越難了 華為董事長郭平已經說了 說去年美國把華為列到了實體清單 華為就沒有實現財務目標 這影響金額高達了120億美元 每季度的營收增速持續下降 目前這求生存是華為現在的主題詞了 看看吧 怎麼往下生存 不好生存 我看到美國CNBC17號的報道 說其實華為被美國下貿易禁令以後 就已經開始響徹 分散供應鏈了 具體做法是把低階的晶片訂單 分配給中國最大的晶片代工廠中芯國際去做 不過報道也說了 台灣台積電的尖端技術實力產能規模 都領先了中芯國際 比如說台積電已經生產了7奈米晶片約兩年了 中芯國際什麼時候量產7奈米晶片 還是個未知數呢 也就是說中芯國際彌補不了失去台積電的損失 這美國新出口限制肯定對華為造成了巨大打擊 大陸的知乎上有篇文章 屏幕就是 美國封殺華為 中芯國際能替代台積電的角色嗎 這文章就說 中芯國際大量使用美國半桃底的設備 這意味著中芯國際也得受到美國方面的制裁 而華為極有可能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進行重組 並且利用代工累計的經驗 還有國家投入大筆研發經費 先花幾年時間進行14奈米量產 然後國家不斷砸錢攻破7奈米 還得花好幾年甚至十幾年研發光刻機技術 才為7奈米提供的服務 整個產業鏈要恢復到現在的水平 得十幾年再加上無數的資金 聽見沒有 無數資金往裡砸 還要搭十幾年功夫 行了 還是洗洗睡吧 黨國庫裡已經空了 再說也能熬的那時候啊 那懸了那個 不說別的 就說18號這一天 黨都貨不擔行了 大陸媒體18號當天跟起哄似的 都在報導一個消息 說成都革新近日發布通知表示 鑑於公司運營現狀 公司將於本通知發布之日起正式停工停業 嗯 有這事 全球第三大半導體晶片代工廠 美國革新近日正式宣布 位於成都的工廠 停工停業 裁撤所有的員工 跟撤廠相對比的是 這美國革新正在跟英特爾台積電一塊 跟美國川普政府商量在美國新建工廠的事呢 換到美國去了 這是一周前的事 美國革新向華爾街日報確認 革新、英特爾還有台積電正在跟川普政府商討 在美國新建尖端工廠的事 美國政府怎麼做就是為了減少對亞洲供應鏈的依賴 知情人告訴了大陸的集圍網 說成都革新員工都將被解除工作關係 只留下兩個經理 善後 散場的滋味實在是太難受了 尤其是這一散場 好多人都丟了飯碗 碗景絕對有點淒涼 算了 他們也散場了 咱也換個話題 行 不說華為了 說說今天另一件大事 世衛組織開大會 黨國一把手習近平又講話去了 對 是世衛秘書長譚德塞 譚叔姐邀請開幕式致辭的 其實就是陪榜站臺去了 這次譚叔姐心裡實在沒底 心說話 實在頂不住了 我就把你給推出去 誰讓你一天到晚捂著蓋著 給我找這麼大麻煩呢 把追責 當事人 直接提到現場了這是 得虧是在線 要不然下災台了 在自個辦公室裏邊念瞎話 不緊張啊 什麼我們始終本著公開 透明 負責的態度 及時通報疫情 習總倒是沒緊張 旁邊的秘書緊張夠嗆 心說話 可千萬別再提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了您呐 回頭讓人家弄小黑屋做筆錄去 沒人給你搞 露餡就麻煩了 秘書哥那瞎操心 估計除了媒體記者需要寫稿 剩下的全跟大屏幕前的連線商量聯明信的事兒呢 簽完字 好像譚德塞 趕緊辦呢 沒人聽感情 還不如好好聽講呢 寧可挑出點錯別字來 也比挑出實驗室那0號病人來強得多呀 你注意沒有 習總這講話一出來 推特中文圈裡邊還引起了一陣小騷動呢 這段子手輩高興 一通潑激了 潑激的 不過習主席講話的影響 我看還真沒潑激到幾個國家正常那裡 行了 您就別人在那潑激了 對呀 沒潑激到外國元首 就這麼著吧 這也好 也不見心不煩 絕對是 我看媒體報導就說 習近平要說 出20億支援有疫情的國家 我當時一看我就想 怎麼手腳又這麼大方呢 一撒是20億美元 將近140億人民幣 這錢要是拿出來支持一下咱們國內那些困難群眾 困難韭菜多好啊 都失業了 沒飯吃 怎麼又撒外國去了 那哪可能啊 黨是往外大撒幣 對內是抠門啊 聽說美國國會又通過立筆預算 好像準備給美國人發第二筆錢 這人比人真是賭的 行了別在那氣我們了 這不能比 人比人容易出人命 有人得氣死 再說了 這跟110多國家的追責比 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員那裡也算不上什麼了 那就甭說了 跟大家匯報一下啊 18號 也就是現在這個周一 世衛組織大會召開之際 全球116個國家正式表態 說支持對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 還有大流行問題進行獨立調查 這份支持決議草案是歐盟主導澳洲修訂的 向世界衛生大會提出來 目的就是要求獨立調查世界衛生組織 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應對措施上 要調查清楚了病毒的起源 目前已經獲得了116個成員國的支持 還在增加這數量 難怪中共扯著脖子罵到利亞呢 就是 是澳洲率先倡議要對中共病毒展開獨立調查的 一點沒錯 美國之音的報導就說 先前表示堅決反對進行這樣調查的中共最近改口了 說 現在進行這樣的調查 為時過早 美國之音說 去年12月和今年1月 起源於中國中部城市武漢的新冠病毒疫情 隨著中國共產黨當局的信息封鎖 誤導性宣傳大爆發 最終擴散到全中國 並且禍害全世界 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 目前依然在跟疫情苦鬥 受到疫情重創的世界經濟恢復前景暗淡 確實太難了 中共當局先前大力宣揚 領袖習近平成功領導了中國的抗議戰役 從而給世界各國樹立了光輝榜樣 為中共當局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兩個親自 這一宣傳被普遍認為招致了世界各國的強烈反感 到招人咳咽了 要求獨立調查 尋求索賠的呼聲 獲得了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呼應 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之下發聲的 大家注意聽這段 要求調查的國家包括 中國最重要的盟友和戰略夥伴 俄羅斯 俄羅斯目前已經成為全球第二位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了 近30萬人感染 估計老習一看普京那籤子 鼻子都得起歪了 新說話大金鏈子也給你掛上了 清華大學的榮譽博士也給您發了 就這麼對待我們戰略夥伴呀 普京還一肚子氣呢 誰跟你大毒硝是戰略夥伴呢 整個把我後半生的一攬子計劃 徹底給毀了 這好 眼瞅要親兄弟 明算帳 就是 明算帳 關鍵 都被中共的病毒坑慘了 不得不聯手 路透社從世衛總部日內瓦發出一報導說 路透社看到的相關文件顯示 有116個國家要求進行獨立調查 這個要求將呈現在歐盟向大會提交的決議裡邊 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就說 目前看來 決議案將獲得通過 從政治上說 現在有一共識 這就是要對整個世衛組織這個體制進行評估 調查疫情的起源 你記著沒有 中國的重要外交盟友伊朗說過好幾回了 中共對發佈有關疫情的數字 是跟國際社會開了一顆令人痛苦的玩笑 我記得 法國總統公開表示 中共發佈有關疫情的信息是不可信的 美國之音的報導說 世界各國除了要求調查疫情如何在中國大爆發 禍害全世界之外 還要求調查世衛 在這場世界性大災難裡邊扮演的角色 一些國家抱怨 世衛充當了北京的代言人 而不是認認真真地為世界看護公務衛生 另外 許多國家還抱怨 中共當局在疫情大爆發之際 嚴禁來自武漢湖北的人進入北京還有其他城市 可是卻准許他們進入自由的前往世界各地 導致疫情擴散到全世界 而世衛組織卻跟北京當局一唱一賀 遲遲不肯宣布疫情是全球公務衛生緊急事件 而且還明確表示 反對對中國實行履行限制的措施 出到痛處上了 要怎麼把腳步都急了呢 一通蹦起來吐口水 美國之音記者都開始這麼報導了 待會兒聽聽啊 中共當局對國際間出現的要求獨立調查的呼聲 表示了強烈的敵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 發出這種呼籲是不幹正事 中共宣傳機構的新華社用蓬佩奧的嘴 騙人的鬼 來形容呼籲獨立調查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我暈了這個 中共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更是這麼說 說澳大利亞總折騰 像年代中國鞋底上的口香糖 暈了這個 把黨的話放在自由社會的報導裡頭 有種草叢裡開出奇葩的看角 不過你也別說 完腳部這小趙趙立堅 態度有點明顯見慫 這回不是痛斥 堅決反對了 這回說 在疫情尚未結束之際 現在就進行這樣的調查還為時過早 哦 調查是該調查 稍微早點 對了 不過相對來講 叼盤俠胡錫進還沒有太收斂 有微信公眾號統計 說中共在海外喉舌環球日報近期頭版 這含美量超過七成 含美量 對 全是罵美國的 可以說是360度無死角覆蓋 自媒體也是 有人都統計了 在真理部的引導之下 一些戰狼公眾號近幾個月 讓美國崩了五回 瘋了七回 終於承認三回 可憐一回 被戳穿了兩回 被割韭菜兩回 慌了兩回 被打齊寸一回 害怕三回 有點好奇啊 你說這位幫黨罵美國的戰狼朋友 下個月房貸能不能交得上 後半年的糧食存好了沒有 就是 這要有病了能不能上得起醫院啊 有親戚朋友萬一被強拆了 有處說理他嗎 好嘞 凝聚正義良知 開啟國人智慧 歡迎您傳播 訂閱 點贊 分享 老北京茶館 讓你這束星光 照亮更多的紅包